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师 我为什么那个恐惧黑啊 怕黑啊 大家都怕 这又不是你一个人 哪个大部分女孩子小女孩都怕黑 怕黑 因为看不见了 啥也不知道 不知道里边会有什么 就是如果你有点定你就不怕 你看这个境界 你都心里自己毛了慌了 而且你就 你如果不都定在黑暗中 你突然发现黑暗很沉静 很近啊 那种黑暗 然后你没准在黑暗 也能看见这东西 你就没那么怕了 当然不一定 我说看见点不一定看见了 不该看见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你心里有鬼 就是你享受黑暗 就是有时候你比如说 你先修炼自己 就是你在不怕的环境里啊 灯穴关了 然后你先不要 马上就觉得很慌 你先停下来 还是不怕 你先停下来 让自己心很近很近 然后睁开眼看黑暗 修炼自己 看着黑暗 你觉得黑暗是有光的 黑暗之光 哇 黑暗很美 有时候很沉静很美 没有太多的像的扰乱啊 哇 觉得很漂亮 黑暗 我真感谢 而且还坐在那里能想象 眼睛也不累 看黑暗不累 看乱七八糟才累 看光累啊 看手机电脑挺累的 看黑暗一点也不累啊 休息啊 看着黑暗 去欣赏黑暗 黑暗很安静 很安逸 不要坐在那儿 一定出黑暗里边 要看个星星 看个月亮 你啥也不看 你就坐在那儿看黑暗 黑暗就没那么黑 黑暗的时候 有人会从你后面打你怎么办 你现在没有人打你的境界里烈嘛 等你不怕黑暗的时候 是吧 你就不会这样想 有人在背后会打你 你现在白天 你坐在那儿 你会觉得有人在背后要打你这种事吗 你黑暗里边不是乱想吧 而且你坐在黑暗 你真的去享受黑暗 跟黑暗融为一体的时候 你发现黑暗是你的心定义出来的 你的心光是 放出来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黑暗这回事 你也就知道没有光明这回事 都是你的心在那儿 心光啊 在放光 我们的心在放光 心在哪里不知道 但就在放光 心在光 撇除不怕的地方 你裂好了再去那怕的地方 有时候有些人裂定裂的地方 他专不去那坟墓里边 最怕的 哪怕 他去哪哪怕 他就去哪里 也是啊 挑战自己 是吧 谁也没得怕黑暗 是怕黑暗就发生点啥 是吧 有一天你会觉得 黑暗能带给你安宁 跟祥和 很安静 黑暗如果如此的安静的话 他啥也不会发生 光明下车会发生啥呢 你可见门觉知 马上就发生了 黑暗啥也不会很安静的话 你就不怕了 你误解了黑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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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